Permission 我們看第一個音節在PER 我們唸成PER MI唸成SSION 我們唸成SHIN 注意喔 中音節落在第二個音節 最這個字我們唸成Permission 那Permission呢 是屬於不可數的名詞 我們中文翻成許可或者是准許 我們看例句 She asked her parents permission to go to the late night movie with her boyfriend She asked 她要求她的父母親的雙親的允許Permission 什麼樣的允許呢 to go to the late night movie with her boyfriend 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午夜場的電影的這樣子的許可 所以這邊的不定詞 特別注意到這邊不定詞其實就是用來修飾前面的Permission 所以這個不定詞片語在這邊 當作一個所謂的形容詞片語來修飾前面的Permission 她向她的父母親要求這個許可 什麼的許可呢 跟她的男朋友去看午夜場電影的許可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動詞 這個字我們唸成Permit 第一個音節唸成Per M-I-T 我們唸成MIT 中音節落在第二個音節Permit 那Permit這個字呢 可以當不記錄動詞 也可以當記錄動詞 來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它要接所謂的過去式的時候 加ED的時候 因為MIT這個字是屬於單音節短母音 所以呢 我們後面的子音要Double 好 就變成Permitted 過去分詞也是一樣 Double一個T再加上ED 好 ING也是一樣 Double一個T再加上ING 那我們看 禮句 If time permits Please drop in on us 好 我們看一下 If time permits 假如時間允許的話 來 這個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生活常用的句子呢 可以把它記起來 假如時間允許的話 這邊的Permits 當作不可數 不記錄的動詞 Please 請你呢 Drop in on us 好 Drop in on someone 表示順道拜訪的意思 好 第二個例句 No one is permitted to smoke on campus 沒有任何人 is permitted to 好 來 各位這個Ping呢 跟我們剛剛學到的 其實呢 有一點點 異曲同工字妙 它其實就等於be allowed to 後面呢 接VR 就是不被允許的意思 沒有任何人可以呢 被允許呢 在校園抽菸 on campus 就是在校園的意思 好 所以呢 這個字呢 Permission 名詞 許可准許 Permit 動詞 許可准許 Permi